自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 擊敗的東德獲得金牌之後 日本男子排球隊就再也沒有踏上過奧運會的領獎台 然而,隨著近幾年在國際賽場上屢創佳績 以及許多新生代排球選手們的崛起 面對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 球迷們都非常期待 期待著日本隊能夠再次帶來比漫畫還要精彩的比賽內容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Riverr 繼上次的西田友誌之後 今天的排球少年人物志特別篇 要來和大家聊聊那位被稱為東亞最強排球傳奇的池川又熙 和喜歡以洛盛祥的西田不同 池川選擇了在最強的環境中挑戰最強的道路 而他也寫下了許多迄今為止 都難以打破的日本排球紀錄 這位選手的經歷到底有多麼誇張呢? 接下來就來大家認識 這位十年難得一見的排球奇才 如果喜歡排球少年,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池川又熙 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 現為義大利排球俱樂部米蘭的一員 打的位置是主攻守 身高為192公分 體重74公斤 扣球高度為351公分 扣球時數可達120公里 而然往高度則有330公分 1995年12月11日出生的他 誕生在日本愛知縣的鋼琪市 愛知縣位於日本本島的中央 他是日本的工業大縣 位於中金工業大的中心 工業產值連續37年排名日本第一 汽車產業尤其發達 大家所所知的豐田汽車的總部 就設立於此地 池川家共有5個人 爸爸媽媽育有3名子女 池川培養第二 他有一位姐姐以及一個妹妹 而池川的父母都是運動好手 爸爸是前企業隊的田徑選手 我媽媽則是有在企業籃球隊打球的經驗 也就是因為這樣 池川家的小孩從小就有運動的習慣 而第一個讓池川感興趣的運動是足球 當時是2002年 還在就讀小學一年級的他 被封靡全球的世界杯足球賽給深深吸引 和許多小球迷一樣 池川也幻想著未來的某一天 可以成為一名在球場上奔馳的足球選手 不過很可惜的是 家裡附近並沒有足球俱樂部 所以池川只能選擇另外一項運動 也就是日本的國球、棒球 但這件事情並沒有持續很久 池川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在某個姻緣際會之下 觀看了姊姊在排球俱樂部練習的情況 於是對這項運動產生的興趣 決定開始嘗試看看 當期是是排球非常盛行的地區 而池川所就讀的始作男小學 同時也是當地頗具盛名的排球學校 也因此排球社的競爭相當激烈 球隊中有許多學生 到了五年級都還沒有打過正式的比賽 但池川憑藉著先前打棒球 所培養出來的運動能力及球感 在小四的上學期 就被教練納入到了替補名單之中 因此也在之後獲得了上場比賽的機會 而進一步神速了他 更是在六年級的時候 和球隊一起獲得了全國八強的成績 強大的成就感 讓他漸漸的愛上了排球這項運動 小學畢業之後 他選擇進入當地排球的豪翔學校 始作中學就讀 然而 當上國藝的池川 就面臨到了艱困的挑戰 豪翔這個階段是青少年成長的爆發期 有些發育比較快的孩子 可能在國藝的時候 就已經長到了170、180公分 甚至190的也是大有人在 不過那時候池川的身高 就只有160公分左右而已 在這個大家球技都還不夠成熟的階段 身高的影響力卻只比任何技巧都還要來得大 不過池川並沒有因此而挺下腳步 反而激起了他想要變強的求勝心 他開始學習更進階的扣球技巧以及傳球技術 並且積極地提高自身的接球能力 這段時期的刻骨訓練 為池川之後的選手生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礎 時間來到了國二 池川的身體也迎來了成長的爆發期 他長高到了172公分 並在國三的時候暴衝到了181公分 此時的池川被任命為球隊的隊長以及王牌 而在他的帶領之下 此座國中排球隊在第40屆的全中會上拿下了季軍 除此之外 池川還被選為了愛知縣排球選拔隊的一員 並以結束選手的身份和球隊一起奪下了全國初中錦標賽的亞軍 池川右肌這個名字開始在日本國高中排球界盛傳 而在國中這段和隊友們一起練習一同比賽的日子裡 池川也和他們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他們互相約定著要在高中的時候繼續一起打排球 於是池川和同校的日傳手中根 以及選拔隊認識的自由人穿口 一同到了愛知縣知名的排球學校 新城高中就讀 一般來說 排球社基本上是在暑假左右的時候才會開始遭受新生 但池川在入學之後 馬上就獲得了使用球場的機會 這是因為 即使池川有著180公分以上的身高 但他仍然努力的想要提升自己的球技 這樣積極向上的態度 深深的打動了在新城高中排球社 擔任監督的足內博持 池川不僅在高一的時候就成為了先發選手 他也在第一年就和球隊一起打到了愛里徐的八強賽 但不幸的是 他在比賽中不是很拉傷的腹肌 經過醫師的診斷 池川受傷的原因是由於正在成長的身體 還無法完全承受在扣球時所造成的負擔 為了保護池川的身體 組內監督不得已將他暫時擺到了二傳手的位置 並且練習了一段時間 或許就是因為這次的經歷 除了攻擊之外 池川在舉球方面也奠定出了良好的觀念以及技巧 在之後職業時期的比賽中 經常可以看到池川用漂亮的甲弓真傳 協助隊友拿下分數 隨著身體逐漸成長起來 池川從高二開始重新回到了主攻手的位置 191公分的身高 以及345公分的超高打點 說池川是當時日本高中排球界最強的攻擊手也不為過 這個打點高度 可是比當年日本男子國家隊的平均 342.6公分還要高 再加上當時的新陳高中排球社人才被除 各個都是好幾年才會出現一次的優秀選手 包括了人稱高中第一自由人的穿口 攻守兼具的舉隊5隻 191公分的籃中神谷 192公分的全能型選手三騎 以及能夠駕馭這些優秀球員的二傳手松根 這個陣容堪比排球少年裡的錦踏山 甚至比他們還要豪華許多 當時的媒體是用奇蹟的一代 來形容新陳高中排球社 而新陳高中不只是陣容可怕 就連戰績也是前無古人 後也很難有來者可以打破的14等級 據傳他們在高中的後兩年完全沒有輸過 留下了正式比賽99連勝的紀錄 而且還連續兩年取得了IH 全國體育大會 以及春高三冠王的紀錄 總共六座冠軍獎盃 池川還兩度獲選為IH的最佳陣容 以及優秀選手 並兩度拿到春高的最佳選手以及優秀選手獎 不僅如此 他還在高二的時候 披上了日本國家青年隊的戰袍 並在第九屆的亞洲青年錦標賽中 獲得了得分王的頭銜 2014年 高中畢業後的石川 進入了東京八王子寺的中央大學法學院就讀 並在同年的5月 被選入了日本國家男子排球代表隊 而這位年輕的新秀 在仁川亞運的八強賽 對戰印度的時候 以替補選手的身份上場 他用自己出色的表現協助隊伍逆轉的比賽 日本隊也在之後一路晉級到了冠軍戰 最後為國家抱回了一面銀牌 貢獻極大的石川 這次一戰成名 國內的球迷們紛紛幫他冠上了 背負日本未來的王牌這個稱號 成川亞運結束之後 回到大學的石川隨後帶領的球隊 奪下了全日本校技排球錦標賽的冠軍 當時石川的目標和大部分排球選手一樣 打算在大學畢業之後前往V聯盟發展 然而機會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來臨 在大一的寒假期間 石川獲得了到義大利甲級聯賽的球隊 摩德納進行圍棋三個月排球留學的機會 摩德納是一甲中數一數二的傳統強隊 加上該聯賽對外國選手相當友好 每隊都擁有四個給國外球員的配額 也因此球隊網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 儘管石川只有一場比賽有打滿全場 但他以關鍵發球員以及關鍵接球員的身份 為球隊做出了不少貢獻 也就是因為這樣 當地的球迷還特別為石川寫了一首加油曲 來展現對他的支持 在回國之際 球隊最年長的大前輩Andre Rizala 來用義大利語對石川說 六七,你要變得更強,然後再回來 高中時期,作為國心選手的石川 有好幾次對戰國外球隊的經驗 由於當時的他一直無法取勝 所以產生了國外的選手都很強的既定印象 但在實際和他們相處過後 石川才發現其實他們也不是毫無破綻 也是有弱點的 只要自己再多加努力一點 那要戰爭他們也絕非不可能的事情 2015年,在FIVB排球世界盃上 日本隊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績 石川在本屆大賽中被評選為最佳足攻守 總共拿下了188分 是得分榜上的第六名 同時也是日本隊上得分第二多的球員 僅次於清水芳廣的191分 在強悍球技的背後 實體下的石川其實是一個非常友善且熱情的人 根據石川的好友以及球隊學長們的描述 石川非常擅長與人打交道 是一個很能融入群體的人 無論是面對比自己還要大的前輩 或是新加入的後輩 石川都能夠和他們相處融洽 並且還會不時的開對方玩笑 這樣的能力對於需要大量溝通的排球運動來說 確實非常重要 看看國中時期的影山 即便擁有過人的排球技術 但若是沒有辦法和隊友好好溝通 一樣沒有辦法很好的發揮出來 除此之外 除了訓練方面 石川對於自己的身體健康也非常注重 從賽前的暖身到事後的收操都不曾馬虎過 飲食方面也相當講究 然而 只要是運動員 即便自己已經非常注意了 但在高強度以及高壓力的環境之下 難免還是會有不小心受傷的時候 在被在2016年里約奧運最終選拔時 石川在一次練習中因左膝發炎而打亂的原本的訓練計畫 不僅如此 他在6月份最後一輪資格賽對戰澳洲隊的時候 不正扭傷了腳踝而被迫換的下場 持續的證明年輕主力的日本隊 最終也無言晉級本次的奧運會 不過 石川並沒有停下腳步 每一次的受傷與敗北都能夠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不足之處 2016年12月 石川再次和大學的隊友們奪下了全日本校季排球錦標賽的冠軍 這是自石川入學以來的第三次奪冠 隨後 迎接著寒假的到來 石川決定再次遠赴義大利進行排球留學 而這一次 他選擇的隊伍是Latina 和第一次的見習不同 這次的留學 石川獲得了更多上場的機會 另一方面 由於里約奧運的滑鐵盧 日本隊更換的新的總教練 也就是我上一支影片中有提到的 大膽的把年僅18歲的西田友志 納入到國家隊的中原內右衣 就結果來看 這次的換血是有效果的 日本隊隨後就在2017年的世界聯賽 以及亞聚盃獲得了亞軍 並在市井資格賽 以及亞錦賽奪下了冠軍獎盃 而石川更是以王牌之之 同時拿下了亞錦賽的最佳主攻獸 以及最有價值球員 不過在9月份的FIVB世界賽 石川因為受傷而沒有辦法發揮出原本的實力 日本隊也無法在這次的世界賽中 延續先賢的氣勢 最後只拿到了第14名的成績 同年12月 從世界賽歸來的石川 將目標放在了全日本校技排球錦標賽的4連霸 然而 中央大學在四翔賽中 敗給了竹坡大學 雖然他們在之後的季軍賽中 擊敗了東海大學 拿到了銅牌 但石川對於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不滿意的 大學畢業之後 石川正式宣布以職業選手的身份 加盟翼甲的A馬球隊 在2018-19年的賽季上 作為先發選手的他 在111局的比賽中 總共拿下了376分 為聯盟排名的第12名 表現相當亮眼 在賽季結束之後 石川收到了翼甲半數以上球隊的合約邀請 而他最終選擇了有能力打進季後賽的Padova球隊 為了即將到來的東京奧運 有許多相關人士建議石川留在日本的B聯盟配戰 但石川認為 他的目標不僅僅是奧運 而是想要成為世界最頂尖的球員 所以堅持留在世界排名更高的意大利打球 以累積更多的經驗 而他當時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打進季後賽 並爭取在下一個賽季 進入更有競爭力球隊的機會 在最新的2020-2021年賽季 石川加盟了米蘭球隊 這支球隊在翼甲的排名為第七名 儘管這離石川自己的目標耗一段距離 不過現在的他也才25歲而已 以排球選手來說 正處於身強體壯的鼎盛時期 只要持續努力並拿出該有的表現 我相信石川很快就能完成這個目標 並往下一個階段邁進 另一方面 雖然石川在國外打球 但只要國家需要他 他都會義無反顧地批上日本國家隊的戰袍 自從仁川亞裕一戰成名之後 日本重要的國際賽事 大多都能看見石川的身影 而近期最令人難忘的 莫過於2019年的FIVB世界賽 日本隊最終取得了第四名的結束成績 作為王牌的石川 在這次大賽中火力全開 總共獲得了159分 包括137次的扣球得分 13個籃網 以及九季發球直接得分 排名世界第五 同時也是日本隊中得分第二多的球員 僅次於七田有志 隨著東京奧運會開打的日子越來越接近 日本隊在2021年的4月 公布了國家男子排球隊的24的名單 鑑於有更多新秀如高橋來 以及大總達軒的加入 教練團任命石川右溪為球隊的隊長 他的親和力及在義甲所累積的經驗 將會是領導球隊的關鍵之一 我個人非常期待這次的東京奧運 日本隊可以再次為全世界的球迷們 帶來比漫畫、電影情節 都還要精彩的比賽內容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對於石川右溪這位選手 是否還有更多的看法呢? 以及你認為這次東京奧運 日本隊可以走多遠?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用忘了我幫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ے Bag competitive 起來 我來駕ier 筷師 啦 老虎